我觉得你好奇怪 你为什么不想找对象呢 我就这么跟你讲吧 我身高165 体重140 然后还有点秃头 五官不断正 嘴还是歪的 我并不会觉得 有一个女孩子 会喜欢上我这样的男子 我现在如果要面对婚姻 或者要找对象的话 我就必须怎么 像挑狗一样 去规拳这些女孩子 真的我不想挑 你知道吗 而且我不相信爱情 我不相信会有一个女的 会喜欢我这种长相的男孩子 我也没有什么本身 我情商也低 你说了这是你找不到 而不是你不想找 对啊 我就是找不到 我找不到 对啊 我也不想当甜狗 所以我就觉得单身挺好 那你有考虑过以后吗 我没有考虑过 为什么要考虑以后 那你父母也有遗憾 我父母有遗憾 我连我自己都顾不了 我还顾得了父母的遗憾 我父母他们送到我 他们没遗憾就行了 那如果有女孩子喜欢你的话 你是不是还是会挑的 没有女孩子我不喜欢我 我不相信 如果一个女孩子 她说她喜欢我 我觉得她就是能骗我钱 所以说你很有钱了 我也没有钱 那为什么不觉得 别人是在骗你钱的吗 因为我长得不帅啊 就你想想吧 我情商又不高 长得又不帅 嘴又不甜 我真不知道这个女孩子 她会喜欢我啥 那你长这么大 没有女孩子喜欢过你呢 没有 可是你人品很好啊 我真的不知道 你人品值几个钱啊 现在这个社会 人品需要值钱吗 人品如果人品好 就能找到对象 那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男的能单身了 我觉得人品不行 比较偏激 那你知道你为什么不能稍微调整一下吗 那为什么要调整 那你还是 小姑娘 你去委屈求全 去成全别人 何不如自嗨自己开心就行了 我觉得这个跟长相没有任何关系 那些长得再帅的人 如果他明知自己人品上有缺陷 让人不去改正的话 他依然获得不了一个幸福的婚姻 长得帅的人 他总有人去迁就 就我们这样的人 如果我们不去迁就别人 就我永远都找不到 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 没有价值 那你觉得 因为一个人的长相 去迁就他的人品是对的吗 价值啊 只要你有价值就行 我觉得是你自己的价值观 出现偏差了 我说的是事实啊 大部分人的观念都是世俗的 你承承这点 如果每个人都管好自己 那别人都不用操心他人 这个世界就是很美好 你不能说你认为别人都不好 你就把自己做得不好 我认为别人不好 我认为我不好 我不值得对别人爱 你是不屑于为别人爱 我觉得不可能